今天穿這樣應該算是可以給過吧 胸部的部分也做的蠻激動的 好棒 那個胸部這次 胸部調整一下 再集中一點 再集中一點 哈囉大家好我是雨昕 蛤?什麼? 你覺得我穿這樣太多嗎? 沒有 沒關係 我們馬上來換一套吧 怎麼樣 今天穿這樣應該算是可以給過吧 欸現在是11月 穿這樣 那你們就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了 大家記不記得我上次出寫真桌麗呢 應該是2019年的事情 因為明年是2023年嘛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也算是一個有意義的一年 同時也覺得快要邁入30歲了 所以呢 決定要出 明年的寫真桌麗 同時 要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本寫真書 嗯沒錯 我從來沒有出過自己的寫真書 因為我覺得寫真書對我來說 就是有點越級打怪的感覺 因為畢竟我不是那種專業的model啊 就是很不會擺拍 那這一次呢 在水靈文創的邀請下呢 相信他們專業的攝影跟知識指導 還有化妝師啊 跟服裝師啊等等 決定跟他們合力一起出一本寫真書 同時也會出寫真桌麗 那這次影片的重點呢 就是記錄這一整個的生產過程 那今天的第一套呢 我們就選是海洋風的 然後是黃色 因為這種顏色其實平常我真的比較少穿 所以我們想說這一次可以多嘗試一些不一樣的 等一下呢 就會到海邊然後來進行拍攝了 欸我真的很勇耶 11月的海邊 為了你們 拼了 大家就持續看下去吧 我真的好愛人 耶 接下來我們第二套呢 是選這種馬卡龍藍色的泳裝 那下面呢 我們是搭配牛仔褲 是因為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地方是漁港 漁船呢 顏色都是那種黃色啊 藍色啊 就是比較偏馬卡龍的色系 好 那我們就趕快下去 拜 小姐 不要睡囉 起床啊 接下來是我們第三套 老實說我現在真的是超級累 因為我們從今天早上5點就起來了 到現在已經下午1點了 我剛剛累到在車上直接睡著 然後嘴巴張超開的 在那邊打火 好那總之呢 我們這次的第三套呢 走的是一個比較辣妹的風格 大家應該有發現 我現在整體的妝啊 都有加濃 然後有戴耳環 這個就是還有鏤空 我自己個人蠻喜歡的 然後胸部的部分也住的蠻集中的 好棒 我們的第四套 我們開來九份 就是為了這一間民宿 主要是要符合明天我們要拍的 另一種感覺 那因為我們現在到這邊呢 其實已經是傍晚的時間了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先來拍 比較符合夜晚 那種比較狂野的 所以特別準備了這一套 有點類似那種小野貓的感覺 皮皮都露出來了 它就是一個丁字褲這樣子 一整套的 然後配上這個吊帶襪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男生心目中的幻想 我會喜歡女生穿這樣 好那就不拖延時間了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已經整個大delay 我們就趕快去拍攝 那個胸部再... 胸部調整一下 好 調整 再集中一點 再集中一點 整個在做美勞耶我們 因為背景稍微比較素一點 所以我們決定加一些東西進去 這樣畫面比較多 現在時間幾點 給大家看一下 集體四點半起床 這個時間通常我是還沒睡 我們今天行程比較乾 因為昨天delay 然後太陽下山了 導致有點多套沒有拍到 等一下我們在民宿一口氣 就要拍掉四套 因為我們11點退房 之後還會再去外面接拍兩套到三套 OK 那就現在我帶大家去囉 今天這一套的造型呢 就是起床的時候那種女友感 微微的凌亂 但是其實很整齊的捲髮 然後大家真的不要想 女朋友早上起床的時候會長這個樣子 絕對是不可能的 這個樣子呢就只有在我的寫真書裡面看得到 謝謝大家 上工 好我們馬上又換一套了 是我自己親自挑選的 因為我比較想要拍這種 比較運動風性感的感覺 那當然裡面new bra 直接貼好貼滿 配上這個泡泡襪 很可愛 好那我們就趕快繼續拍 好 剛剛呢其實我們中間又拍了一套 但是那一套呢 有一點太太太性感 只有貼胸貼而已 所以呢為了保護我們影片的品質 不要黃標 不要那套就沒有放出來 這樣我們會放一張照片在這邊 然後打滿馬賽克 那接下來下一套呢就是大家最喜歡的 紫庫水 這套我很自在耶你知道嗎 終於把奶封住了 然後就不用拍一拍 然後在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再幫我睡覺我喜歡 那我裡面穿白色內衣 其實如果就在這裡 色細一點的話 是可以加黑色 但是我覺得我們今天已經 蠻多是比較性感的內容 所以就想說這個就稍微有點微透 就讓你假如想像重點就好了 這一套我其實已經不知道換到第幾套了 搭上這個草帽 非常夏天 然後有那種青春洋溢的感覺 也是比較符合平常 像我真的會穿的 然後這一次呢 我難得露了腳趾頭 給大家看快點一秒 好就這樣 這下子到寫真書裡面看 我們現在要來撐傘了 怎麼突然下雨 好謝謝大家 寫真書見 你在幹嘛啊 這裡好多彎子 重點是那個樓梯也太多層了吧 然後我還穿這麼高 你們看 穿這麼高耶 耶 這個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套 然後我們來到和平公園 剛剛呢我們上一套是睡花洋裝嘛 那我們是在和平公園的 進來的右半部那邊拍 然後現在我們來到這邊是左半部 我覺得它看起來有點像 台南鹽田那種感覺 跟一些就是比較接近海邊的地方 老闆你在遮什麼啦 所以就穿了一個稍微 比較運動比較可愛的感覺 想要看更多的話 記得到寫真書解說 好 耶大家我們終於收工了 看不開心 耶 整整拍了兩天喔 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也花了非常多心血 然後不只這樣而已喔 大家還要想到 我們還有後製每邊 然後包括說排版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支持一下 畢竟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本寫真書